俄乌最血腥的战役 巴克母队前线 乌军的破级炮不断的发射 乌军目前在这里 似乎开始转变成进攻的一方 将作战的前线 往俄军的方向推回去 就来这时传出一架 乌克兰制造载有17公斤炸药的 UJ-22无人机 坠毁在莫斯科东部的郊外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机的位置距离普丁预定 造访的地点只有19公里 德国媒体就惊爆 这一次的无人机行动 根本是暗杀普丁计划的一部分 俄罗斯境内发生多起无人机攻击事件 已经引起全民恐慌 俄罗斯国防部再度动员征兵 呼吁男性做个男子汉加入军队 还开出了每个月7万6千元台币的东西 目标为周末40万人 普丁除了持续大规模征兵之外 还调集了军火补充乌冬前线 让俄军备战 乌军展开春季大反攻同时 西方各国也持续军援 北约盟邦以及合作伙伴国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550部装甲车 以及230辆的坦克 战车已交付98%以上 北约秘书长强调 永远不应该低估俄罗斯 7月在立陶湾举行的北约峰会 也将会为乌克兰制定出一项 多年度的支持计划 记者综合不到